由肖战主演的王牌部队实现了热度和口碑的双爆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顾一也一决成功立住了军人的形象 而2022年即将与观众见面的玉古瑶则是肖战主演的又一部古装剧作 有望成为下一部陈情令 单单是从这部剧作的故事梗概就能看得出来 梦中的那片海将刻画的主视角放在了言情和创业 从题材上来看与刘涛主演的星辰大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虽然这类剧作不可避免的会融入狗血剧情 但并不影响剧作的整体看点 尽管剧作将主要人物放在了秦海宽 江林娜和李朝阳三人身上 但梦中的那片海依然是一部精彩的群像作品 从这部剧作的选角就能看得出演员与角色的高视配度 虽然剧中的人物并没有采用原著中的姓名 但并不影响我们通过选角来馆中窥抱 更为年轻化的选角 直接避开了半嫩的雷区 对观众十分友好 不过这部新剧的看点依然集中在男女主角的身上 除了肖战之外 女一号也同样是大家的老熟人 肖战、李沁在合作 CP敢一出屏幕 凭借着陈情令这部作品出圈之后 肖战又推出了狼殿下这部作品 虽然是一部羁押剧 但是因为有了肖战的加盟 也为剧作带来了更高的关注度 在狼殿下中 肖战虽然是以男二号亮相 但无论是其演技 或是角色本身的设定都十分抢眼 而在狼殿下中 与肖战有不少感情戏的女演员李沁 这一次与肖战合作梦中的那片海 两人二度搭档 CP敢已经一出屏幕 不过在这部年代剧中 肖战饰演的肖春生身上 少了一份野性 而李沁饰演的童小梅 则多了一份文艺气息 与狼殿下中的CP感完全不同 凭借着古偶剧出圈的肖战 又凭借着军女剧更上层楼 这部年代剧则是肖战转型成功的见证